我是修手机的义哥,这是一个贵州老铁机修的,然后一大堆配件 然后寄过来让我换个屏幕,组装一台手机 然后这个型号是OPPO 80E,我们全部把它这个配件拿出来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要拆散掉,首先我们一全部看一遍,这是电池 但是它好像要换个电池,然后这是那个抬线 然后还有主板在里面,这个是听筒,螺丝,还有这个 这个带子,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些配件 看看它有没有弄丢了,这没法弄,还得买配件 这个里面是排线,还有那个信号线,尾插排线 这个是按屏幕的,然后这个是开机键,音量键开机键,喇叭 然后这次上头主板,主板看着挺漂亮的 接下来我们对主板,在所有安装之前先对主板看一下,主板是否有问题,能不能正常开机 测试之前我们先把这个开机键关上 安装完毕,接下来我们准备上电 这个找一个,然后我们看一下电池正负极 我们看到正极在这边,负极在这边 然后对过去,对应的就是,这边是正极,这边是负极,然后对应好,这边是正极 对应好,过来,好,扣上去 我发现扣上就有漏电了,漏电,我们再看,我看两边 我们再看一下,再扣一个看一下 我们看到,它又清,漏电,六十四毫万,六十三毫万的,漏电 这主板肯定不开机吧 这个如果不开机的话,当时说,我们看一下,按下开机键看一下 按开机键没反应,刚才抖了一下 回落了一下,现在又回落了一下 没有用 这个主板都是废的,它还让我给它换个屏幕 那主板都不开机的话,还用屏幕 你看,这个一家电就漏电六十四 这个怎么可能开机呢 算了,我们还是先跟客户沟通好 沟通好,这个主板有问题,换屏没用 那要不要修主板 如果他觉得费用太高,那么我们就放弃维修 双击关注啊,我们先沟通